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肚子舍不掉的东西 那你说你怎么能修上去啊 有时候我给很多弟子的境界 我就要锻炼你 就要叫你 我有意压压压你 就有意要讲讲你 讲讲你 让你自己想通 让你就是不要肚子里带气 你这样的话 你一辈子碰到多少问题 你就会不生气了 否则的话 你这个气 就是积压在心中的话 你到走的时候 这种都是灼气啊 它就会往下跑了 就像你嘴巴里吹个气球 它会往下沉的 这是灼气啊 如果你的清气的话 你就往上跑了 明白了吗 就人间的东西 有的多数人还是太在意 这个人间 对啊 我摸了本有一个弟子 我周围讲了他几句 他马上就生气了 好了结束了 没了 这种人怎么修啊 一辈子修不好啊 功高我慢 说他都是对他好 就是为他好啊 我有时候锻炼他 我就把你压得最低怎么样啊 你就要把自己压得最低 最低最低 你才能 以后你才能自己心态平衡啊 你在人家欺负你的时候 你才会想想 哎呀 我是不好 你比方说一个人心中经常想着我 哎呀 我这个人真的不争气 那领导讲你几句 你不会跟他顶啊 很多人觉得我很努力啊 我很聪明 在单位里很好 整天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领导一讲他 他跟领导就翻了 好了 领导接下来把他赶走了 这还不明白啊 明白 师傅就是说 带业往生也不是太容易 对吗 带业往生 带的业不是新业 带的是旧业当中 没有销完 销干净的 比方说 过去你做曾经感情上 出过一段差错 然后你之后呢 一直在念经修心 然后呢 在销业 那么你之后呢 就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业障 可以带上去的 就是说 你过去有过 销掉了 但是有痕迹 这个业可以带上去 并不是说 你过去有过 感情问题 你到走的之前 你又犯了一次 啊 说这个业 我带上去吧 那带不上去的 明白吗 不能造新业 不能造新业 就是说 年纪大 绝对不能造新业 那这个太长 师傅 就是临终前 就求不散 也是只有 业在很少的 他能上去 对吧 对对对 其实讲到底了 就是说 你要比非常好的同学 你是好孩子 你菩萨才会把你带上去 对不对 你一生的习气 菩萨怎么样 老师怎么把你带 带出去 带不出去的 就是越来越 人生是一个 人生真的是一个中转战 对 对 好好珍惜机会 对 在往生之前 一定把自己身身的 虚脏和灵性都超出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你有修养的人走出来 做出来的样子 讲出来的话 跟人家真的是不一样的 有修养的人 他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说话 文文静静 对不对 你看看那些没文化的人 真的很可怕的 一开口就骂人 嘴巴里 随随便被娘就出来了 你想想看 这种人 你怎么能够到天上去 不要讲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 动不动就骂娘 你说这种人能成菩萨吧